你腳隨便都要抬吧 你玩它的時候你不抬它腿嗎 我不信對不對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部集中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868集 今天來給大家做SS112號的 Ultimus Prime 來自於Transformers 1 40周年的電影 起源裡頭的OP 雖然我看預告片 我怎麼覺得它這個樣子 應該是Orient Packs吧 但是既然玩具叫它為OP 那我就說它是OP吧 那這款玩具我拿到的時候 我才意外的驚覺說 原來這叫我是DELUXE等級 並不是Voyage Class 所以它的體型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跟過去最近幾款 比較熱門的OP相比 它的體型當然是會比較小的 可是呢 如果你拿它去跟早一點的 Fall of Cybertron的OP 甚至Wolf Cybertron的OP相比的話 它的身高又略高一籌 那麼這款玩具目前 與它同時推出的還有主線系列 也就是Transformers 1 裡頭也是有一個OP的 那這個就跟變形金剛第七集 它是有SS跟這個變形金剛7 兩條主線同時在發售一樣 那麼這次的112號呢 我自己覺得吧 在做工上我覺得它有兩個比較大的毛病 第一是它的這個武器扣在後面這個地方 應該是說這一組武器本身的材質呢 是有一點偏軟的 你在扣後面這邊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很用力的去扣 要把它給卡進去 你看這個這個地方 它是有一個卡槽要這樣子 很用力的把它給卡進去 上面還有一個小插孔插進去 要插得很緊 要不然的話呢 這個地方是很容易去碰掉的 你看它還是往下 那你腳呢 有時候動一下推一下 它這個地方就會晃動 然後加上它又不是卡得很緊 所以這個武器的話呢 我自己是覺得它是非常容易掉的啊 個人的話呢 是覺得拔彎起來會非常的不爽 而相反的在車型態的時候呢 你也不能把它插太緊 插太緊你也很難拔得出來 所以是一個非常討厭的凸 那再來就是它的這個裙甲 各位看它這個裙甲 這個裙甲是整片往上動 你這個已經不是裙甲 你這根本是整片內褲了 翻起來之後呢 裡面跟這裡有一個 大概是一樣的造型 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不喜歡這個設計 這個很奇怪對不對 那你推上來推下去 推上去 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裡 你看到這裡有兩個縫 你這樣子一壓它會緊 但是你只要推 它這個地方就會鬆開 可見它這個地方 我自己就覺得玩久了 它就一定會鬆 很人性化 那你又不可能 不可能不鬆啊對不對 因為你一定要抬它的腿啊 對吧 你看你抬它的腿的時候 你看吧 這樣一碰 武器就容易掉 然後這樣一抬 它一定會動到這一塊 你腳 你腳隨便都要抬吧 你玩它的時候 你不抬它腿嗎 我不信對不對 那這個膝蓋啊什麼的 就是就不提反 那我是覺得這個褲 這個我不喜歡叫它裙甲 它根本是個褲叉 還有後面這個武器 是我非常非常 在把握的時候 我覺得會讓我提心吊膽的 那其它倒是還好 因為它的塑膠 你看到沒有 這不是白 也不是灰 有一點香檳 銀的感覺 這個的話呢 絕對不用擔心會黃化 因為它看起來 已經有點像黃化了 當然是沒有那麼淒慘的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顏色 我自己是有喜歡的 再來身形比例很好看 胸口有一個非常巨大的透明部件 打開之後呢 裡面有一個領導模塊 領導模塊的話呢 可以輕鬆的把它給取出來 那取出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把斧頭講完好了 斧頭是一個綠色的能量斧 那斧頭的話是以這個方式 去插孔插下去 斧頭比較沒有什麼好說的 它這個這一次的話呢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它的拳頭裡頭有一個 有一個縫 那只需要拳頭裡頭這個縫 你配合的好的話呢 就可以將這個領導模塊呢 非常完美的 幾乎完美吧 的舉在胸前 或者是舉到頭頂上 重現一個非常經典的畫面 而如果你把它放在胸口內部的話呢 裡頭也是有一點點的細節的刻畫啊 所以說它應該還是OP吧 那再來這個頭 頭條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看 特別是眼睛 就完全是美版MP10的那種水藍色 非常的漂亮啊 前後左右呢 360度的轉動沒有問題的啊 是一個球穿 然後因為後面有開口的關係 所以它給一個完全是往上看的一個形象 那麼手臂平舉 它還有前後可以再搓動一下 那手臂的話呢 二頭肌可以轉動 轉超過 手肘轉大概90度吧 這個地方還可以稍微借位啊 去稍微去搓動一下 所以在擺拍的時候呢 它的上半身的可動 看上去呢 會非常的不爛 胸口這個地方可以轉 那腰身的話呢 是這裡以下 你看是整個零件 就沒有辦法再單獨去轉動啊 腳側踢 側踢的話 一樣要把這個掀開 這個我真的覺得這個褲叉呢 是一個非常讓人 惱火的一個設計了啊 膝蓋可以彎超過於90度 腳踝的話呢 也是有接地 腳踝的接地倒是相當的不賴 腳後跟沒有沒有可動 斜尖這邊倒是有啊 那整體來說的話呢 就是有這 就是裙甲的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後面 這個隱藏的這個武器啊 是容易掉啊 是它比較大的一個硬傷 其他部分的話呢 我必須讚美它的人形的四肢比例 還有它整個玩具的一個氣勢 這位是一個肩膀的設計啊 真的還是蠻蠻帥氣的一個 Deluxe Class的一個玩具了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這一款 Atmos Prime的一個變形過程啊 首先的話呢 這個頭部的話呢 是翻轉180度 然後呢 往上面啊 抬成這個樣子 然後再往內給壓進去啊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 完全的一個收納 再來的話呢 把後面的這個背包旋轉180度 先到上面來 然後的話呢 把這個胸口這個部分 整個給挑起來 挑起來這個部分的話呢 這邊還有一片把它給挑出來 然後這個部件呢 回覆到過來到這邊 好 那這個形狀應該看起來就蠻熟悉的啊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一個手臂這個部分 給轉出來 然後呢 往下面放下來到這邊 這裡也是一樣 整個給拆解開來 然後呢 手臂這樣子往下放之後 再旋轉這個部件 到這裡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最後再來扣啊 最後再來扣 我們先把 後半部這裡做一個變形 腰部旋轉180度 然後呢 把這個斜尖往下放就好 然後內部的這一片部件 透過這個連接桿 透過這個連接桿 把它從內部轉到外側來 這個部分很簡單啊 直接往外面推過來就行了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的 好 這樣推過來到這邊 然後呢 兩腿呢 可以做個簡單的小合併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整個這個肚子的話呢 往內推進來填補車子的內部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屁股的這個裙甲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要把它往上面抬起來 到這邊 然後呢 往內推進去 你可以看到這裡 啊 有兩個凸 這樣把它給卡進去 卡進去之後的話呢 這個腳的話呢 它有一個蠻特殊的一個 一個折法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扣兩邊 這裡有 一二三 那我們先扣哪一處呢 我的建議吧 我們這個時候呢 先把車頭給整個密合起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有個卡扣 這裡 把它給扣進去 然後呢 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中間這個 這個紅色的圖啊 要去扣 拳頭內部這裡有個洞 那這裡的話呢 就是要靠著這個腳的一個特殊角度去扣它 那你也可以先把後面這裡給扣上去 那我建議這裡扣進去呢 不要握得太裡面 你握得太裡面的話呢 到時候你很難拔出來啊 我真的覺得 不是很好拔 那你還要是 試著用拳頭去轉一個 合式插入的角度啊 然後這另外一側的話呢 也是一樣的 我們把它的這個 前後先給扣上 到這邊 好 然後中間的話呢 這個地方 就把它給合進去 合這裡的話 真的是你要去 調這些特殊的一個特定的角度 會比較好扣進去 好啦 這樣都扣進去了 啊對了對了 還有一個東西我忘了 扣太快了 好 這個 武器啊 這個斧頭的話呢 這裡兩側有兩個凸 它要卡進去這個 這裡有個凹槽 在這邊 所以我腿皮要暫時再把它給打開一下 好 把這個斧頭 給放進去 到這邊 好 兩側都給卡進去 OK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 煙囪 把它往後面轉 好 這裡一樣 往後面轉 這個煙囪你變回機器的時候呢 請記得要把它翻回來 不然你就會像我這一集有一些過場動畫的話呢 我就是沒有把它給弄好 那我們剛剛不是還有一個拆下來這個槍嗎 它是要扣在車子的前面 那扣的時候呢 就是 你就是轉一個 這樣子 但是 我必須要說它扣 不對 是這裡 好 這樣子 插進去 那 它這個的話呢 各位可以感覺到 它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偏軟的塑膠 所以說你在扣的時候呢 就是 不要完全扣到底 真的不太接 因為你 完全扣到底的話呢 因為它是軟的 你要拔的時候呢 變成說 它不會整片起來 它會直接 直接 這一塊樹它會直接 變形給你看 那變成說這邊能拔得出來 可是另外一邊 由於中間變形了 沒有辦法連帶把它拔出來 那會變得非常的痛苦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次SS102號 它的一個 從機器人到驕動工具的一個變形過程了 做完一款 Deluxe等級的玩具的話呢 它的體型還挺大的 這是一個標準的現在官方的 Deluxe等級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不管是長度還是寬度厚度來說 它都是有著所謂的 領袖人物的一個感覺 好 那推車的滾動性的話呢 也還算可以 輪子很小 玩具呢 也很輕 但是 就是因為輪子小 玩具輕 推起來還有這種感覺 我真的覺得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武器的話呢 就掛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載具真的是 就是作弊的一個狀態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它根本就是 對不對 它是手跟腳 這個相對應位置 跟在機器人狀態下 幾乎是一樣了 就手臂的一個扣 就一二三 強行的呢 把它扣在一個車子的側邊 那唯一的樂趣的變形點 可能就是背包 要旋轉180度蓋上來 其他的話呢 就是非常的直覺 那這裡的一個空洞什麼的 這個 我就好吧 我們就當初沒看到吧 畢竟是一個外星的載具嘛 有幾個角度 還是蠻有看頭的 有一個衝擊的一個感覺 不過這個 我還是說吧 就是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人型 但是人型的話呢 又有這個 一個槍隱藏到背上容易掉 還有裙甲容易鬆開的這種缺點 所以說這一款玩具呢 我真的是覺得 你喜歡它嘛 但是你又 很難去無視它的這個把玩上 確實會遇到的缺點 那載具呢 其實推車把玩是沒什麼問題 可是我又覺得它有點醜 對不對 就是 就是從這個角度看 它就是一個機器人 就直接趴在地上的感覺啊 是吧 所以就OK吧 那 主線的那一款OP的話呢 我應該明天會拿到 那拿到之後的話 我也 盡快來做那款主線系列的OP 來跟這一款做個簡單的對比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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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